很棒,咱们派手欢迎看 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 我真的很感谢神一路来着带领我 当我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只要祷告 神真的听我的祷告 无论是大事小事 神真的,真的很棒 就是说在上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身体上一点点问题 那就是顾客欠钱 他不能够还 他说要慢慢的还我 要拖很多个月才可以还我 所以如果顾客欠钱 我就很难再继续做生意下去 所以我只有教给神 我祷告我祂的神 我不能够欠少这个钱 不然我就要自己填下去 我就说 神啊,祂教我怎样做 我知道神一定听我 真的很有信心 神会听我祷告 我只是求一个礼拜里面 我的顾客在一个礼拜里面还我40千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认为我面对什么事情 只要祷告 神一定听 无论是大事小事 神一定听 我们神真的很棒 阿们 其实他还有更精彩的见证 欢迎林他本身是一个证券行的remister来的 所以他的可想得知 他的压力和他的工作 他常常遇到 讲不错 关关难过 关不分过 他说不是啊 有很多见证 上帝太好了 上帝堂带领过 一关一关的过 所以 兄姐妹 如果你在困难的时候 懂得依靠神 上帝 你就能够经历到反对 阿们 感谢主啊 以后叫他请更 更精险的见证给你们听啊 感谢主啊 还有谁要讲见证吗 有吗 不要紧 那我就留下来下一次 OK今天要跟你分享三个话语 我们已经联系了几个系列的讲道 叫做我有能力祷告 大家讲我有能力祷告 我有能力祷告 我不是很相信你讲的话 再一次 我有能力祷告 阿们 你有能力祷告阿们 我们已经来到第五个系列了 OK 旁边跟你分享很多话语之前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副人家 他妈 因为她的孩子啊 晚上爱哭 又不想睡觉 就吵到大家 爪油灵盛都不能睡觉 所以妈妈 看这样的情况 就唱歌 哄 那个孩子 给她 好睡觉 她妈妈一直唱歌 唱歌 过了一会儿 那孩子 那孩子一然而然的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哭哩哩哩的 还是哭得不停 此时 这个妈妈就听到 隔壁 隔壁 不停止了大喊 说 请你不要再唱了 还是让孩子哭吧 因为我们受不了一个折承 给你们来一次吗 孩子潮湿干扰了人家 是妈妈的声音之类 他受不了了 也不能 他也不能领受 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以为 在做一件好的事情 做一件帮助人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 我们不小心 我们就 受到别人的影响了 我们回到这里 系列 今天的主题 耶稣怎样祷告 耶稣这样祷告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有讲到 上帝的创造方式 完全是 以信心来 运作的 上帝说 要有光 就有光 谢谢你们 你们回应 所以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的定义是 把你 就是活住 信心就是活住 你的信仰 将你的信仰 生活活 也就是说 你相信 还没有看到的事情 已经存在了 当你在为一件事情 导致说 你必须要看见它 已经存在了 要不然 你再浪费你的时间 你要求 上帝帮你开路 你就相信 这个路已经开了 你必须要看见 信心能够 创造你的生活 我有讲过 你想过怎样的生活 全凭你自己决定 没有人帮你 没有人能够控制 能够左右你的生活 你想过怎样的生活 你就 对 自己决定怎样的生活 我还讲到 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什么 希腊文叫什么 哇 哇 你抹抹抹了啥 一个人知道了 叫什么 阿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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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 quanto 这世上帝 我无所不知 但是你必须讲出来 阿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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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表示你身边的人很重要 你的身边的人很有影响力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会钻进你的耳朵 你参根酒鬼 以后你就成为 酒鬼 你参根毒鬼 以后你就成为 毒鬼 不是毒鬼 毒圣 毒王 千王之王 肯定的嘛 所以你真的 你看什么人跟你之间的影响 他会影响你的想法 ok 然后 我也讲到什么呢 我也讲到 所以呢 你花时间在你的电视上啊 电影上啊 看什么书啊 读什么杂志啊 你上网看什么东西啊 你领受的观点啊 真的跟你之间有关系 那怎么 当你在领受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花时间在神的话也有多少呢 哪一个人最影响你的呢 神的话还是别人的话 有些人啊 很喜欢听老婆的话 老婆啦 耳朵啊 就走了 神的话不重要 老婆的话最重要 是不是 你是受什么人影响最多呢 信心如果是化为行动的信仰 那么我的行动有没有表明出我是有信心的呢 我曾经是否允许什么样的思想 过的意念来参透我的生活呢 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主耶税怎么样来祷告 我们来看 大家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一二三 根据圣经的推会 耶稣每天早上祷告 大概有四到五个小时 其他时间也常常祷告 门徒在打课室的时候 他已经起床 一个人悄悄到树丛那边 或者在岩石旁祷告 门徒睡觉的时候 耶稣祷告 门徒睡醒的时候 去找他的时候 发现他在那里祷告 然后耶稣说 终我们进城去 他在那里 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一好一个人 下眼的人 我要你注意一个比率 还没注意一个比率的时候 大家跟我一起 一二三 耶稣看祷告为首要 耶稣看祷告为最重要的 他看祷告为一天的开始 他把祷告放在他一天开始 来做一个开始 然后呢 我要你注意一个东西 耶稣有一样的 一个一直有这样的做法 他做什么呢 大概有四个小时的祷告 他做什么呢 他花五个小时祷告 花几秒钟去行一个神迹 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一二三 他花五小时祷告 花几秒钟行一个神迹 耶稣的做法 依然一向都是如此 他花五分钟去祷告 然后花一分钟赶出一个鬼来 花一分钟捷径长大麻疯的 今天啊 教会还到今天 还不明白这个真理 我们花几分钟祷告 花几分钟跟神在一起 有没有 然后呢 就想再靠主的灵 去为神做工好几个小时 我们做道转 所以我是要陪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要提出来的一个重点 耶稣只说一句话 出来 那鬼就出来了 整个过程只要两分钟 但是 他却花一个早上去祷告 我们怎样赶鬼呢 我们花五个小时去赶鬼 然后说出来 如果还不出来我出去 是吧 是吧 从来我们这样 鬼不出来我们出去 我们放弃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看到 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赶鬼 把鬼赶出来 但是在当天的预备 早上的预备 却是花几分钟 跟神在一起 我们做了倒转 我们只能问 神啊 你的能力在哪里 神啊 你的神迹在哪里 当然神迹没有 因为你只花几分钟 跟上帝在一起而已 我可以很负责的地告诉你 从我十多岁开始赶鬼到今天 整二十多年 我赶出无数的鬼怪 包括很多很多很多 包括江头的 伊尼的那里的 我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 如果那一天 我有准备 我有净食去赶鬼的话 我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要准备心 祷告 净食去赶鬼的话 我只要到那个现场 我一喊 耶稣 我奉耶稣的灵 那个人已经在那个站斗 那边在兔牌 一直在滚了 当然我也有没有准备的时候 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把那鬼赶出来 祂跟我 祂跟 那个 你的 跟你的准备 真的有关 所以 为什么耶稣赶鬼 只一句话 鬼就听 然后就出来 这么远你 我曾经也看过很多 那些 上帝使用 大他使用的人 也是 他只喊 有些人啊 做很多的batten啊 砍啊 叫他兔啊 可是那个人怎么也不做 那个神上帝用的仆人 他什么都不做 穿在那边 在那边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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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候 他就指着那个 那个被鬼扶的人 说你 他就是讲 他就能讲出那个人 那个鬼 身上的鬼的名字 说如果 瞎眼的鬼离开 或 那个 黑暗的幽灵离开 他有名字的 敢鬼不是人的事情 大家讲 敢鬼不是人的事情 敢鬼是上帝的事情 敢鬼是上帝的事情 如果 是上帝的事情 你不找上帝 你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敢 他们感不到 所以那个人很厉害 那个人 上帝用的那个仆人很厉害 他祷告 求神 启示他 他身上有什么邪灵 直接喊那个名字 叫他出来 那个魔鬼就出来了 秘诀很简单 他是没有很多 很多少人去做 因为他们不肯 花时间 跟神在一起 我去看下去 马丁路德曾经讲过这句话 如果当天事情很多 我就会过更多的时间去祷告 因为祷告比埋头苦干更能成熟 他很明白这件事情 谁是马丁路德啊 马丁路德就是创立基督教的一个创办人 他看祷告很重要 他曾经讲一次 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三件事情最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 祷告 第二件事情是 祷告 第三件事情是 祷告 你看 他虽然讲得很简单 但是他讲明了真理 我们基督徒有三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就是祷告 你有什么事情来 有什么事情发生 先祷告 第一有 再来 再祷告 再来 再祷告 事就这么成 我们不可能瞒到没有办法祷告 因为祷告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重点 更有效率 更平和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这个 一二三 因为祷告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重点 更有效率 更平和 Amen 这个原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 在我心里面过着很多事情 在烦的时候 生活一片困乱的时候 过世面对我的困境和困难的局面的时候 我不会靠自己去应付这些问题 我会在祷告中寻求 我们常常唱的 这就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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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第一日子 锁定第一日子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如果真的是耶稣 如果真的是耶稣 我所定的日子 我想主耶稣会告诉我们说 如果这个日是我所定的日子 为什么你不过来跟我谈谈 我们必须要问他我们这一天该怎么过 我们必须要问他我们该做些什么 如果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 是神设立的日子 你活的是过的是主的日子的话 为什么你没找耶稣谈谈今天怎么过 我们在神所创造的你的日中 做了很多不在祂计划里面的事 活一个小时跟神在一起 就能做成十个小时的工作 因为你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错误上 你生命当中有很多选择 我们要做很多选择 有时候我们会选错 做错选择 如果你不开始用祷告 Amen 我们继续来看Next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后面有人看得到吗 这个字可以了 这个大家知道 如果有comment我讲我以后放大一点这个字 一起读一二三 耶稣对他们说 我不做事到这种途径 我也做事 所以与太人叶化想要杀他 因他无法犯的安息日 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物 将自己和上帝创作平等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该地告诉你们 只比这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此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此也照样做 父爱此 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此给他看 还要将这一更大的事 此给他看 将你们一起 Amen 我必须有一个背景 当你读个经文的时候 是为什么会有 耶稣会讲这些话呢 因为耶稣在此之前 读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 他医好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 但是有人敬畏耶稣行的这个神迹 想要杀他 以前我不懂 当我在读这经文 上帝给我看到经文的时候 我明白这个意思 我整个人生改变了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 对我和天父的关系的看法 完全变了 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领受 所以要把这经文给你 以前的我祷告的时候 好像来讨债讨东西这样 我跟天父的关系 一点关系也没有 耶稣说 我父做事到如今 我也做事 另一个版本 圣经的版本这样写 我父亲一直在做工 我也照样做工 事实上 我们在世上所做的 都该只是显明天父 已经做的事情 耶稣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教你读那个经文 那个标题 大家一起做一二三 道道信 神的想法 耶稣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 耶稣告诉大家 他和神之间有如何的亲密 我们再来看十九和二十八 十九和二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着做 父爱子 将自己所做的一切 只给他看 还要将这笔更大的事 请指给他看 教你们细心 我们花一整天 一大半的时间 去猜神要我们做什么 结果我们把整天 就浪费掉了 许多人告诉我 牧师 我不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 上帝要我做什么 上帝给我什么 命定是什么 完全不懂 我常常听人家说我这样讲的 牧师 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计划 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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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先到父那里 看他做了什么 我们我就做什么 这是他希望我们追随的榜样 耶稣看天父做了什么 他就做了 不管你在早上或者其他时间 花时间和声在一起 他都会让你知道接下来做什么 祷告是会节省你的时间 他却不浪费时间 反而投资时间 他讲祷告不浪费时间 祷告不浪费时间 反而投资时间 反而投资时间 我们拖延祷告是因为我们不认为 祷告浪费时间 就是让我们 我们让我 让我还有别的事情 比祷告还要重要的 你不祷告 或者你投资 你认为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或者你认为 祷告多久都不重要的 如果你有问题 你遇到难处 你一直一而再 再而三的拖延你的时间去祷告 证明你有你的方法 证明你灵肯找别的方法 也不要去祷告 你明白什么 拖延祷告只是 你认为上帝不在那边帮助你 如果一个聪明的人 一个聪明的信徒基督徒 他遇到一件事情之后 就马上祷告的话 他根本不用浪费那么多 那么多 不忘的时间 为什么耶稣要过多时间去祷告呢 在祷告上呢 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 他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而关系是需要花时间 培养和归息 大家一起读一二三 那是因为 他跟神有真实的关系 而关系是需要花时间 培养和归息的 以前我的太书也是这样 每次在祷告马上就归下来 祷告 耶稣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我要那个 我们去好像是跟上帝讨债 跟上帝讨东西 然后完全没有关系 OK 奉耶稣诺证明 阿们走了 祷告神必须有那种关系 我们必须要跟上帝有一些关系 神对我们说 你跟我在一起所能办成的事 会多过你跟别人在一起 你跟其他人一整天做一些蠢货 这些人对你的未来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同学姐妹 他们不过靠一张嘴巴而已 你坐下来 活两三个小时谈政治 到头来 什么也没有解决 什么也没有改变 搞到你心情很低落 你应该把你的几个小时的时间 活在你的乞丐上 跪下来为你圣主祷告 为你帮 为那些帮派 Rocket MCA 祷告 以及其他的情世祷告 我们发现了 如果我们花时间去祷告 神往往会用我们来改变这个局面 我们接下来看 爸讲祷告是以神心连性 祷告是以神心连性 祷告就是和神的心意联合 神让耶稣知道他所有的想法 他还告诉他的儿子说 去把替我把他给显明出来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第二三 因为他心怎样施了 他为人就是怎样 这个证言 第二三章第七节 他这样说 英文说 What a man thinker so he is 他怎样想 他就怎样做 他怎样想 他怎样想 就怎样试 所以你的想法很重要 人最适应的东西就是思想 语言是思想的延伸 我们怎样思想决定 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 神不是要跟你说话 也就是说 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心里看见父所想的 我就照样做 思想是沉默的语言 语言是显明的思想 你把什么 喜欢回忆了 所以什么东西 思想很重要 如果你思想 是不讲出来的一个语言 你祷告出来就是把它 显明出来 某个人不知道我们思想 所以我们常常要宣告 为什么要祷告 要祷告 要祷告出来 要讲出来 因为 你当你学到的时候 你就跟后面讲 这个是我的 你请你不要碰 因为我有权并权力来祷告 阿们 我建议大家 如果能够的话 你好好去读 约翰福音整本 整本福音书 因为这本呢 是强而有力的书 是如何 领听神声音的书 神百分之九十九 都透过你的灵来跟你说话 都透过你的灵来跟你说话 通常呢 神不会用口语的方式跟你说话 因为这不够亲密 神乃是直接跟我们里头的灵来说话 兄弟姐妹 很多人说 牧师我不是不祷告 我祷告了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诶 同学姐妹 神的声音不是这么要听的 我再解释一下 上帝 上帝以他的形象和他一样是宝门造 造出来 是吗 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 是吗 所以我们人的构造也是有灵有魂有体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 我再讲 这世界上有三种声音 第一是上帝的声音 第二是魔鬼的声音 第三 我们人自己的声音 再来 我们自己的声音都有分三种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 明白吗 都不是这样意思的 常常口是心非的 你爱我吗 我不爱你 他的心里面 我爱你了 要死 口是心非 是这样 口是心非 所以头脑想的是一件事情 心里面想的一件事情 嘴巴讲的又是一件事情 连我们人都那么复杂 都有三种声音在里面 所以聆听神的声音 真的要是一种学习的 我不随便教导人家如何聆听神的声音 因为我对这些人有一些要求 如果你想听神的声音 可以 请你把整本圣经读完先 因为现成神的话你都不听 你要听这样的声音啊 Jana还没丢到 你明白我意思吗 现成上帝已经把它写下来 整本你都不拦过去读了 你要读那个 你要听那个 哦 上帝又讲什么 哇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应该不应该娶啊 这个老公应该不应该嫁啊 当然你会有错啦 因为你连现成的声音都不听了 所以 我们又回到刚才所说的 耶稣医治了三十八年生病的人 耶稣做这件事情啊 这种超自然的事情啊 做得很自然 他是这样走到这个人的身边 问他你病了多久 那个人说我三十八年了 然后他就讲站起来 把身体伸直 拿你的路子走 他做事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看得目瞪苦呆 就那么很自然 我们刚才说 那些想行神迹的宗教徒啊 那些法利塞人的文士啊 很 过很多时间去准备 耶稣就是走过去 说一两句 或摸一下 这个人 这个事情就成了 这个人的病就好了 耶稣很让人生气 刚刚我给你看 耶稣很让人生气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不够属灵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是 耶稣属灵很久了 阿们 因为他还没有去那边之前 他已经祷告了个小时候 比他们还要属灵 阿里路亚 所以 他在行着神迹的时候 是这么的自然 完全 诶 这么超自然的神迹 竟然做得那么自然 因为他有祷告五个小时 还有一样东西 我要提醒你 还有一样东西 我要特别强调的 耶稣在祷告里面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 一直提到 提到一个名字叫做 天父 这个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父啊 这个字 西伯来文叫做阿巴 大家讲阿巴 阿巴 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颜头和维持者 大家 颜头和维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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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的意思就是 颜头和维持者 阿巴 耶稣跟天父的关系 太亲密了 以致很多人不明白他 为什么能够讲出 这么有智慧的话 能够行出 这么样的神迹 门徒知道这个秘诀 因为门徒三年半跟着耶稣 每一天每一个时辰都看着耶稣 不观察他怎么样去祷告 所以他们才跟耶稣说 主啊 求你教导我如何祷告 因为时间严固 我本来今天要讲主导文的 因为我讲到去就 超过十二点半 我把这个主导文 留下个星期才讲 我们可以再唱第二次 还有给你们机会 再唱第二次 我们就讲主导文 你看 耶稣的门徒三点半跟着他 耶稣没有教他们如何去赶鬼 耶稣没有教他们如何去医病 耶稣开了一个圣诞 叫做祷告的圣诞 主啊 教我们如何祷告 可见门徒 不要耶稣教他如何去赶鬼 门徒不要耶稣教他们去如何医治病人 他认为这不是不重要 他还有一样东西更重要的 如何去祷告 使到这些神迹和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一二三 你看 门徒求耶稣教他们祷告 来大家一起讲 祷告不是自然会的 对 跟你旁边讲 祷告不是自然会的 祷告不是自然会的 祷告是需要学习的 兄弟妹 就好像为什么我过那么多时间 跟你们讲祷告的事业这样 没有人天生会祷告的 就算牧师今天做了二十三年的基督徒 我仍然在写这祷告 你要想一想 兄弟妹 耶稣带的这些十二个门徒 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从小就被灌输在会堂 在圣殿里面祷告了 他们能够把那个岛纹倒背如流 你说犹太人他们不会祷告 应该很厉害祷告的哦 他很懂祷告的原则 可是 这些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 跟他们所谓的祷告 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他们很刻骨想知道 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这是犹太人都懂得祷告的 一天五次祷告的老兄 同学们 可是 他跟耶稣说 教我们祷告吧 耶稣主耶稣 门徒在那里 但没有跟耶稣一起祷告 只有耶稣在祷告 他们在看 他们在做梦 看着耶稣祷告 我觉得 学习祷告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方法 不是大家一起来祷告 而是祷告给别人看 别人更正的方式祷告 我今天祷告的生活 是因为我看到我牧师如何祷告 我看着我牧师在那边跪在那边祷告 半个小子 一个小子在那边祷告 我从他身上看得到 宋商界 是二十世纪活人圈里面 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 他一辈子带了十万人信耶稣 十万的活人信耶稣 他从小六岁就跟着他父亲到山上 跟那个石头祷告 他看他父亲怎么会祷告 他长大后 他就成为一个很聪明的布袋传道 为什么布袋传道 他到那里去拿布袋 这布袋是什么 布袋是里面装的全世界人家写给他的祷告要求信 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读经祷告 读经之后 准备讲章之后 就是打开了一封信为他们的祷告 他就成为一个有名的布袋 布袋传道 传道家 去到那里就为了祷告 为什么祷告是影响的 祷告是需要学习的 每一次圣经谈到耶稣祷告 都很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形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些经文 大家一起读吧 一二三 看到没有说明明 每一次耶稣祷告 圣经特别详细 他怎么祷告 他在那里祷告 几十祷告 很详细地记录下来 为什么 为了就是要留下给我们今天学习 耶稣怎么样的祷告 我要举注这里的有三个要点 请你记住 永远记住很重要的 第一 耶稣好像从来没有跟门徒一起祷告 我认为他是故意的 因为这是他耶稣服侍的最重要的要项 他在服侍之前 跟他一进祷告 他希望门徒会问他这件事情 此外 我也相信他独自祷告 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 祷告是一种个人很私下的关系和责任 因为团体祷告不能期待你个人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么重要 明白吗 耶稣一个人祷告 他常常说给他的门徒看 他一个人怎样祷告 证明你必须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必须来到 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是你为我祷告 你就不用祷告了 错 错 错 你必须自己来到上帝面前 第二 门徒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若没有主教导 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祷告 门徒都是年轻的犹太人 从小被训练在会堂和圣殿里面祷告 他们经常诵读导词一遍又一遍的练 但耶稣祷告和他们所知道的祷告不一样 他们看见耶稣的祷告的独到之处 第三 我们在第二届看到 耶稣开始祷告 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这表示什么 表示耶稣同意 门徒确实需要学习祷告 他也证实祷告不是随便就会的 祷告需要有人教 通常 我通常听到有人说 祷告就是你跟神 对神说话 讲你心里面所想讲的就讲就对了 可是耶稣不是这样教 我要翻转你们的态度 祷告不是跟神讲话而已 我们常常讲很多废话在神的面前 你知道吗 祷告不是跟神讲话而已 同学姐妹 很多人在上帝面前讲一篇很长的道 哇 很厉害 可是祷告没有裹销 你来参加祷告会 不要有压力 八点半我见你也不见不散 每逢近就要在这里 OK 我们越来越有多人来祷告 我希望你也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祷告会不难的 我鼓励他们参加的都知道 所以祷告不要摸缩 不要长 短门就好了 讲重点就好了 所以你不用怕祷告有压力了 有时间请你来 星期二 每逢星期二八点半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分享会 OK 我很多的机密 很多重要教会的动向 我都在祷告会里面 你没有来你死你死了 我会透露很多上帝的心意在祷告会 其他句我不会透露 祷告会才是透露神心意的时候 所以鼓励你来参加祷告会 这是广告时间 祷告不光只是跟神说过 我们常这样说 我们常教人这样 也教人家说祷告就是跟神说过 我们自己也这样做 结果呢 是没有结果的 如果这样的祷告是有功效 我们看看 耶稣怎么教人徒来祷告 如果你在祷告方面有困难 别难过 你也没有 很多时候 很多人根本不懂 祷告是什么一回事 坦白告诉你 今天你还不懂得祷告是正常的 没有人真正懂得祷告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在学习祷告 我在这个23年的过程里面 我也一直在学习 讲讲 越来越精锐的 对我的祷告 很多人 有些祷告 发出很大的声音 喊 啊 啊 耶稣啊 恐叫啊 然后又哭啊 圣灵圣啊 表示他们就 耶稣没懂 一定要祷告 不是这样的 OK 这都 更表示他们的祷告是正确的 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们来说个结束 啊 啊 OK sorry 他们讲 耶稣曾经讲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你们能祷告 不要像很大人 要希望的创作 他们以为过多了 聚用水泥 你们不可得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切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阿们 很多教会就是犯了这样 或者宗教团体都有 或多的罪 老道也有罪了 什么罪 或多的罪 讲很多的罪 跟上帝有讨论 跟上帝有debate 跟上帝讲一大堆 一大堆的道理 然后上帝再问 你到底要不要你的东西 我说我所称为 这个就是废话 废腐之言 废话 但是要知道 能引起耶稣注意的 不是你喊大声 不是声音大 不是说话 说得好听 有些人讲 祷告你很恐怖的 他祷告一个小时 他go and go 拿圣经的话又讲 然后读了一篇圣经 又去去祷告 我读了一个祷告 祷告一个小时去 旁边的人在被睡觉了 今天我们要学习 精准的祷告 精准的祷告 祷告是有犯法的 大家 祷告是有犯法的 我们能够学习 谢谢 所以下一周 我会跟你探讨 耶稣怎么叫祷告 我们暂定 这个题目为 如何祷告一个小时 哇 有没有搞错 一个小时 我到底能不能祷告一个小时 五分钟我就出来了咯 我跟你讲 下个星期我教导你 如何祷告一个小时 而且你会 如果你听了之后 你不能祷告一个小时 你找我算账 而且你也会觉得说 哎呀一个小时不够 牧师现在有问题来了 一个小时太少了 怎么办 OK 下个星期你来 我会跟你讲 读个祷告一个小时 阿们 我们续续来看 最后 耶稣怎样祷告 一 耶稣祷祷祷祷首要 第二 祷告写你生的想法 第三 祷告是以身心典型 第四 祷告是需要学习的 阿们 那我们一起站一起来